所有在股市奮鬥的朋友們 你們的辛苦我都懂 股票市場其實是有一套神秘 而且有效的方法 一切都交給我吧 我就是你的貴人 欢迎收听股市蔡英斯坦 本公司金主管机关核准之 营业执照字号为 111年金管投顾薪资第01字号 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股市蔡英斯坦 我是节目主持Ruby 台股周三是开低的 那在美元指数再创新高的情况下 台币也创下近三年的新低 那在市场观望的情况下 廉价前还剩下一个交易日 投资朋友们应该怎么来操作呢 马上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 同时也是改变一生的贵人 我们的头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 老师好 Ruby好 投资朋友们大家好 好 这个每一次强势股拉回的时候 都会有人出来说 这个行情结束了之类的话 但是很少人会去观察说 这些大赚出厂的资金 然后会跑去布局哪些新的股票 那就要请教老师 这个投资朋友们可以怎么站在赢家的角度来去思考呢 比方说我讲北极星好了 昨天一根跌停嘛 今天再一根跌停嘛 对不对 那大家心里怎么想 那其实我跟各位讲 北极星是这样子 你想想看 假设你买在低档区 那100出头先下去买吧 那当时也不算低档区 当时算创新高 是 对不对 是 当时你创新高去追 追一个什么120 130 对不对 好 那我问各位 你现在一张赚8万块了 那过完中秋要解盲 你会赌吗 可能不会 一定不会的嘛 谁会去赌呢 你想想看 你手上只要20张就好了 是 20张一张赚10万是什么概念 一台宾室就放你家门口 对 对吧 就这么 就这么10天 10个交易日 就是你上个 上个礼拜才刚从老家回台北 对不对 忙个事情 你中秋要回家 你跟你妈说 妈我赚一台宾室 我今天开回来 我用现金买了200多万 是 你会不卖吗 谁都会卖吧 谁都卖 你会去跟他读解吗 不会 星际股在台湾已经 我觉得已经养了 大概十几二十年 有一批人专门玩生计 是 你都看过当时的浩鼎 你看过基亚了 对不对 你说现在你手上有赚这么多 你会不先卖 我不信 对不对 那至于就是说你卖掉的人 他会离开生计吗 我举个例子 你高档先卖了 然后现在拉回 假设你解盲 效果不理想 对不对 无显著效果 当然他可能不会买 但如果说你卖在高档 然后跌停两三根下来 对不对 结果这个解盲又过关 你不会接回来 当然会 你100块买的东西 你现在跌会70 告诉你说这个东西很好 你不会接回来 你少在那边骗人的 对不对 你说资金会走吗 不会啊 所以你就看到今天涨什么 涨一些大疆啊 中玉啊 对 位阶比较低的啊 你看那什么剑桥 位阶比较低的那种生计 他根本就没有跌啊 所以常常会看到有一些人 针对那种获利了结 卖下去跟人家讲说 那个股票已经转弱了 这种都是 唉我不知道怎么讲啊 你一定遇过很多那种人啊 可是就我所看到的 很多人也会常常会这样 就说你明明没有赚那档股票 那那种股票高涨震荡 你也在替人家担心 你是担心什么东西 对不对 又不管你的事 人家赚了5000多万 对不对 现在卖掉拿3000多万回去 那你也在那边跟人家说 你小心喔 小心喔 小心喔 你在讲小心的时候 你想想看人家什么看你的 人家是带着这种悲天鸣的角度在看 我赚了那么多 你还替我担心 你人真好 是 你不觉得市场上这种分析是蛮多的吗 三不五时就跟你说 生技要小心喔 对不对 你在讲的时候 那个卖北极星的人 心里在想说 唉你人真好 我赚那么多钱 你还替我担心 谢谢你 谢谢你 对谢谢你 然后再看看你自己的那些半导体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想 我又怕帮助你到时候会被你骂 对不对 你就说输也要输得有骨气 哈哈哈哈 但我看市场上这种同业就是蛮多的 那我猜这个话是这样子喔 在我的眼中没有什么 比较高贵的产业 或比较低贱的产业 在我在我的眼中 所有的股票就是赚钱的工具 你就是个工具而已 我真正在乎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你赚到的钱 其实也是要帮助你的家人 孝敬你的双亲 然后带你老婆吃顿好的 然后送你 送给你最好的教育 搬动大房子 钱在人世间的目的不就是这样吗 对难不成你更爱你的股票 对把你的股票当神败 结果对你老婆很凶 这种人很多喔 他觉得他股票很棒 套牢股票很棒喔 是台湾的什么什么什么 中流砥柱 然后讲一大堆 股票赔钱 所以他老婆很凶耶 我在外面那么辛苦 赔了两三百万 你还有个白脸色 你赔了两三百万 你不检讨 你骂你老婆干嘛 对啊怎么会放过来 你很奇怪 对不对 因为老婆这样子骂小孩啊 小孩子跟他讲 本来人家讲说 妈你看我这个 昨天功课怎么样 我在学班上这样 骂小孩 谁叫你玩什么 没有记得 你看那什么东西拿过来 对不对 没办法 他妈可能手上什么股票 要赔钱嘛 骂小孩出气 这对吗 对不对 小孩子是以后要跟你孝敬你的 子女工里面 对不对 他跟你一生缘分 那这个几辈子换来了 你为了股票输钱 你看你对家人不好 很多人 我跟你讲 Ruby 我不骗你 很多人是这样子 很多人是对自己手上股票很好 但对家人很差 很差 对啊 像我 我蔡春华很简单 对不对 你这股票不然再怎么样 你转错我就全出 对 我管你是谁 没有什么我多喜欢你 对 在我这一生当中 跟着我一起 跟着我一起上山下海的股票 帮我打出知名度股票太多了 对啊 你在台面上看过的怪物 我蔡春华几乎都做过 是 我不骗 我不骗你啊 你去查一下 你Google好了 所有曾经出现的怪物啊 那种怪物等级的 什么 当年的宏达店啊 什么 什么这一次人 不管你说什么元太 以前的什么国具啊 然后更早以前啊 什么基亚 我通通都做过 我不会跟你讲说 我没有做过那种东西 但是我会告诉你我会卖掉 是 卖掉就好了啊 股票转错的时候卖掉就好了 没有什么 你跟他不用感情 感情是留给你身边的人 所以我现在 再来继续跟各位讲 这个股票是这样子 现在回到我刚刚说的 市场上赚钱的资金呢 他其实就是会想做下一档 对 对不对 所以你刚刚讲那个生计 我就把这个拉回来生计讲 这个地方为什么会占修你知道吗 占修原因很简单 第一个 你说这一波赚钱 赚到北极性的 他不想赌解盲很正常嘛 是 对吧 但是呢 如果说这个解盲出来是成功的 那接下来你就要注意了喔 如果你成功 你应该要过前高嘛 因为你现在拉回 两根了嘛 对 假设你拉回来三根 解盲成功 但是你不过新高 我对你的看法就改变了 你听清楚喔 我 我就再讲一次我的风格 我对这个什么股票 没什么感情的啊 你照理来讲喔 你正常的你涨都拉回 ok嘛 对吧 你后一条就ok嘛 但如果说你真的过关 你应该要总第二段啊 没错 你应该要把礼拜四的高点给越过嘛 对越过它 假设你解盲成功 但下礼拜 上个礼拜四 就昨天啦 就昨天跟前天的高点 你没过 哇那你生计危险了 为什么 你过不了高啊 过不了前高 你过不了前高 就跟药华药现在 虽然说你看 他八月营收出来 我跟各位讲喔 那个 这个我以后再给各位长篇大论 我今天来不及讲 那个数字是 不是那种线性成长啊 因为血来病患 你不能要求它线性成长 对 好他在这地方两亿三亿这边跑 因为他 开低出来以后 你看有买盘 但是他高点也没有过 也没有过是 所以下一个重责答案在谁身上 你知道何亿啊 何亿啊 何亿的话 因为他美国拿到真是真的嘛 是那好 那既然有一个重点 好你过去十天 因为你愤慢交易 大家不容易进场 这也OK 可是你一旦放出来 下个礼拜 恢复正常交易的时候 要干嘛 三个字 创新高 只要不创新高 我就当你结束了 是 所以 在我的观念当中 最重要的三个字 叫做创新高 创新高 没有什么东西 比创新高更重要 对 所有的波段的股票 必经创新高之路 虽然说 创新高的股票 不见得走波段 但是如果你连第一关都没过 那其他都不要讲 对 所以说 能不能创新高 是筛选 政治股票 强不强的最简单的办法 所以你看像什么高利 金锐 有没有 对 这几只股票最近这两天不敢动 可是股票很强 为什么 因为六七月营收都很好 但是因为你八月营收没出来之前 搭不敢工 可是你看 他股价强不强 很强 非常的强 这个逻辑就在这边 所以我告诉各位 各自的股票 他有等待的东西 比方说有的公司在等解盲 有的东西在等分盘交易结束 有的东西在等八月营收 但是在等待的过程当中 你就要重点 看股价 他是不是走一个强势 所以拉回来这边 我要继续讲 其实高丽他这一波 他那个东西叫氢燃料电池 可是他这个也跟这个 也是切入电动车领域 然后另外一个金锐 他这个东西也是一样 因为现在西班国家 不想用中国的那个安控系统 安控系统的话 感觉好像可以收集资料一样 对不对 那他们就想要转单给台湾 所以你看那个金锐 他做安控的 那事实上七六七月营收 拉很高 所以有可能 确实是有可能在这地方转单给他 那因此的话在这边就是注意一下 大盘一旦做指纹反弹 那比方说这个包尔讲完了以后 美国股市第二次条有打出的话 好那注意 我们刚刚讲过的 获利了结的资金转向哪里 这是第一点 是 比方说你看低位接着生计 或者说你看有一些股票 他位置蛮低的 像什么美绿啊 这些股票 蛮低的 但是他这个地方有接受一点资金 那这个你就要注意 他有没有机会在供 新胜利啊 这些都一样 是 那第二个原来的强势股 在经过这次大跌的洗礼之后 没有把他的现行走坏 那里面霍利小姐卖要出来以后呢 反而他又去买第二段 那这种股票就换手再供 下礼拜在中秋完结束之后 他就有再供的机会 那因此的话我们还是把这个礼拜四 也就是说这个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 当做最佳进场点 因为我们要把他当做第二只脚嘛 对 不是指数的第二只脚 是指数尝试打第二只脚的时候呢 强势股的买点 会出现在礼拜四 邀请各位跟我们一起进场 好好把握再次的机会 好的 那么请大家呢 务必利用收获的广告时间 赶快加入我们 蔡英斯坦免费的LINE帐号 把握这个廉价前 最后的买一碟 让蔡英斯坦带你布局新的股票 赶快来点咨询哦 那我们现在就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鼓励饱满的高雄139号稻米 金广米 有机白米 糙米 有机双认证 中广听有价四包660元 立即上好物市集 02-2362-1968 听众朋友在中秋节之前呢 还有最后一个交易日哦 那么嫦娥要奔月 你的股票在廉价之后呢 也要奔涨停 那想要跟着压宝买盘呢 一起进场的 就要把握这一次的中秋回馈活动 卡位最后的名额哦 请先加入蔡英斯坦免费的LINE帐号 ID是小老鼠goldmoney168 小老鼠goldmoneye168 或者是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 0800668085 0800668085 全新的刚刚起涨的新股票呢 务必把握 今天拨电话进来 开盘就可以跟我们一起进场哦 欢迎回到 股市蔡英斯坦的节目现场 那么老师之前提醒大家 可以留意的智慧生活啊 还有这个安控的股票 还有车用的概念股呢 都是轮番的在上工哦 那么IP股呢 在这个整理之后呢 也转强了 那就请教老师 在这个节前最后一天的进场 机会投资朋友们 可以怎么来把握呢 他这种就是说 你因为一个强势股的波段 还没有涨完了 那还没有涨完的过程当中 有的人想进场 但是找不到切入点 这个时候呢 出来了一个指数大跌 然后刚好把你这个股票 甩到十字均线的附近 那就有人重新做进场 逻辑上就是这样子 那如果说用一个话语来解释它的话 就是说 有的时候在这种格局当中 你要等一个利空 那那个地方就是情绪的脆弱点 市场上情绪的脆弱点 好股票才会出现买点 要不然你不会有那个买点 对 市场上情绪的脆弱点 通常出现在几个地方 破新低的时候 是 然后大型股出现地空的时候 是 对那叫脆弱点 一开低 比方说台积电给你一个缺口 对 哇大家就在那边 哇 但是 就像我在昨天前天跟各位讲的 难道各位没有发现吗 其实礼拜三的行情蛮好做的 蛮好做的 你不觉得吗 因为台积电把空间让出来了 是 只要你做的不是台积电 其实礼拜三不难做 你看 你这几天 我跟各位讲 你不用说特别涨上什么样的股票 基本上只要是上个礼拜曾经强过的股票 今天开低很多都留下一线抽上来 对 你如果说当日日内当冲的 今天早上应该是绝佳的一个翻盘点 你开低敢买的 对不对 很多股票抽上去 蛮多的啊 你看那个什么同志 对不对 然后车用这几只 车用那几只啊 同志啊 那个自身科啊 那甚至于说你都不会选的话 你就挑上礼拜最强了 那你就高利了 是 对啊 你就早盘女方可以敢买 上礼拜最强还有谁 IP嘛 对不对 你看那M31买了以后咻咻咻咻 对不对 不管你嘎语不嘎你当天就咻又转了 你很少看到台电跳空开高大涨的时候 日内有这么多个股可以做 是 那你今天就看到 昨天有讲过很多人不相信 台电不动的时候股票都涨翻了 这个我现在在讲的东西 真的是要 市场上真正在股市当中 厮杀讨生活的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 是 所以我才跟你讲 我们的节目很多职业高手爱听 我们没有在那边讲那种 就是 没有那么学术 讨好这个大家的嘛 就是做那个收视率的 说收听率的对吧 没有了 就是像我节目第一段 我跟杜比讲过 我们这个节目很多那种高手 实战操板所在听着 对 还有一些朋友就是 他是怎么样 他去年前年做的很好嘛 今年做的不好 最近听我们的节目 然后他心里有种想法说 这个相遇恨晚 对相遇恨晚 如果是早两年听正华的 对不对 观念一开始就打好 是 就不会做很多动作 然后高档也会卖一卖的 我跟你讲 没有这个什么恨晚的 你的人生还有20年 20年够了 我告诉你 20年至少还有4到5个大循环 你就跟我讲嘛 下一个大循环 你就翻个10倍 给自己一个目标 对不对 那从现在开始要干嘛 练功夫 对 练功夫是这样子 其实你100万的资金 拿5万也可以做 你不会痛嘛 那一旦你用5万的资金 用那种不痛不痒的资金 你试看看我用讲的逻辑 对不对 你有种强势股当中的这个 来回做法 我跟各位说 强势股趁着大盘大跌的时候 找到一个情绪的脆弱点 去买到那个低点 开低之后拉上 你发现跟过去完全不一样的绩效了 然后股票呢 也不用跟他谈恋爱是吧 有赚到钱达到目的你就换一档 对换一档 那没什么 你不要把他 最怕就是你把他想的那么好 是 你只要把他一等我们想那么好的话 他出利空的时候 你的情绪就来了嘛 对不对 当初不是说什么 然后你就万念俱灰 不用 打从一开始的时候 你心态就正确 股票只是另外赚钱的 没什么 这家公司没了也不影响你的幸福人生 不要给他这个太过于沉重的一个期待 那就没事了 我觉得蛮好的 股票其实就是这样子 一个工具 好那这次这个贵买指数要回季线 回季线当然会有买点 那OTC这个地方拉回季线的话 当然是要是买很多这个强势股拉回的这个过程 那现在来讲IP这一波很强嘛 对 然后呢汽车令组件 大家会发现就是说有换一批 注意一下那自身科站回季线的上方 然后同志 同志这边要看一个 也要搭配特斯拉看 因为特斯拉这次跟苹果一样都有守住季线 我有电视上有讲过嘛 对不对 是 那你因为你守住季线 就是有机会反攻 所以特斯拉跟苹果交易反攻的话 这两个族群会动一下 那注意一下不要买那种老的概念 比方说像这一波 你看苹果走最强的是郁金光吗 是 主要就是因为人家有元宇宙 对 那你不要讲说元宇宙是怎样 你实际上你看 大盘现在外面风大雨大 台币走的这个 这个哩啦啦 但是你看一下宏达店他们那几支 人家强的雷 对啊 撑在那边 对 所以我跟各位讲 有时候股票市场 他应该是说这样讲 你的想法代表你的想法 价位代表的是背后的对 市场的想法 对吧 是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连展投控 这些都是所谓的平盖车用家元宇宙 所以我刚刚讲到了三个东西 叫平盖车用家元宇宙 是 我们现在就是要把这三个题材叠加 然后在过程当中去找一些股票 那么最好的情况当然是 第一个 8月营收 有出来有亮点 第二个 8月营收没有亮点 只有怎么样 令人失望 但是股价是涨的 我最喜欢 就是告诉各位 就是说 8月营收不好 大家都已经猜到了 那一出来以后反而是往上拉 就代表市场在期待9月的转机 这种股票是标股的形态 那通常都是取决于你有三个题材 随时会发酵 是 那 当然长假前的这个礼拜十 务必要把握这一天 我们认为是最好的进场点 那跟我们联络 就盘中直接带出做进场 好的 那么就邀请大家 把握这个最后一天 压宝买盘 这个进场的机会 之前没有参与到反弹波的投资朋友们 这一次呢就是可以从起掌区 就跟上赢家的脚步 那么资金呢 现在是流向新的族群 新的标股 所以就邀请您呢 一起来卡位 抢先来布局 那把握 中秋节呢 可以用轻松的方式呢 可以用轻松的方式来参与哦 可以透过蔡英斯坦的Night 或者是拨通专线联络我们 那么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 再次感谢 MotoGo 蔡英斯坦 蔡政华老师 谢谢小师 祝各位操作愉快 赚他钱 本公司金主管机关核准之 营业执照字号为 111年金管投顾薪资第014号 新贵股票登入条件 较上市贵股票宽松 且无每日涨跌幅限制 投资人应审慎评估 是否适合投资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各笔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付投资风险 以上节目由中港新闻网 与摩尔投顾共同直播 有机双认证 中广天有价四包660元 立即上好物市集 02-2362-1968 听众朋友在中秋节之前 还有最后一个交易日 嫦娥要奔月 你的股票在廉价之后 也要奔涨停 想要跟着押宝买盘一起进场的 就要把握这一次的中秋回馈活动 卡位最后的名额 请先加入蔡英斯坦免费的LINE帐号 ID是小老鼠goldmoney168 小老鼠goldmoney168 或者是拨到我们的咨询专线 0800668085 0800668085 全新的刚刚起涨的新股票 务必把握 今天拨电话进来 开盘就可以跟我们一起进场喔